我们说完,这个人臣鬼子长流水生了什么呢?庚子新仇,同为娶妻各八生子各八个。 那么这个也是比较牵强,不过最后这一节把这个说完很勉强包容一下我。 这个长流水这个流,它不可能一直流,它总要有一个阻碍,总要有一个尽头。 那么它的尽头就是这个悬崖峭壁,或者说这个水中的这种大的山岩,这叫壁上土。 当然这个壁,你可以说很高的悬崖,这个取向有很多种,其实每一个都是很多种。 你比如说这个庚子,如果是纸壁,那你就可以想象到这个墙壁上这种雕刻、涂鸦。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像,这个就是具体的这个工具刀。 就是这个小石头,碉板印刷,火字印刷,粉刷,涂鸦,都在这个上面。 然后庚子呢,庚子大灾。 我们可以想象的,很有意思。这个子代表这个人的生殖系统。 而如果一个男人 这代表什么 就是做手术 做什么手术呢 这个薪酬 这是包 这个心主皮肤 也是手术刀 又是生殖系统 你自己去想 不好意思讲 就不搞这种奇迹因巧 但是大家都理解 我们还是讲羊的 因得不好的 大家谁都懂 长大了都懂 然后变成大意图 你说悬崖峭壁 落下来的灰尘 慢慢的尘归尘 土归土 形成一个 大的自然循环 也是勉强 就这样说 不过参 就是一个意图 一战 一个大的中转战 现在你可以讲快递都行 那么这个呢 你说快递包裹 如果是一战的话 这个过去叫一马 整个的旅途战 这个就是具体的旅馆 或者是换的这个马匹 然后马这一跑出来阳沙漫天 又生成了这个沙中土 这个丙尘呢 你可以讲这个尘里面 毕竟它是有水的 这就是比较肥沃的 或者是叫水泥 那这个就是沙子 那这个就是沙子 泥沙 然后再生一个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循环已经晚了 本来人虚鬼还晚了 但是这个因为天干地支 它不能一一相配 所以沉出来 一个是五的分 一个是六的分 再多了个土 这儿就是有这个泥土当中啊 最最烂的地方里面 有最好的东西 珍珠宝藏 又生出来了 时间长了就就 便飞为宝 那么相对于这个丙尘 就是丙须丁汉 是一个无上土 那屋中藏有黄金屋 树里面有黄金屋 屋里面有黄金 就是这个沙中金 墙壁里面有密室 有这个珍藏的一些宝物 家里面的宝贝的 然后这个土呢 一个循环 就是壁上土 又生了这个城墙土 我就讲这个悬崖壁 是野的地方 那么城墙就是人为的 然后这个城墙落下来 这都是沙子啊 跟这个相对的 就是跟 这是路旁土 这个沙子呢 又变成大陆啊 就乱想吧 然后这个大陆跟这个是 墙壁是对应的 这个大义呢 跟这个城墙是对应的 城池 然后这个是无上土 跟这个沙中土 这种小专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